你这乞丐怎么走路的 好酷达人叶凡这次跑到了急镇上 偶遇了前女友 并且还被前女友的师兄弟们当成了乞丐 淡木鹅们纷纷表示 这李小曼的同门师兄弟眼神不太好 谁家的乞丐穿成这样 从穿着上来看 这些烟霞动天的弟子看着更像是乞丐 李小曼看叶凡是老乡的面子上 赏给了叶凡一袋钱 这个给你 不要当乞丐了 好酷达人叶凡自然是瞧不上这些歪瓜裂草的 淡木鹅们也纷纷表示 今天你叫我乞丐 明天你就要叫我叶天帝了 还有你见过这么帅的乞丐吗 见到昔日的好友 叶凡也为李小曼能恢复青春表示了口头上的祝福 在叶凡将要离开的时候 却被李小曼的同门师兄弟拦了下来 叶凡身上的缘引起了烟霞动天弟子的注意 这一看就是要抢宝物的戏码 只是这次他们还是打错主意了 由于是在大街上 烟霞动天的弟子还是在乎点脸面的 没敢在大街上直接动手夺宝 只能悄悄地跟在了叶凡的身后 准备四季夺宝 这也正合了叶凡的意义 找了个巧无人烟的地方 正好干掉这些跟屁虫 在巧无人烟的地方 叶凡也再无顾忌 先是一拳打翻一个 随后用道文又干掉了一个 最后一个居然没觉悟要逃跑 傻愣愣地冲上去送人头了 在解决掉烟霞动天的弟子后 叶凡也意识到了 袁在自己身上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之后叶凡为了大举考虑 还是把袁丢进了水帘洞中 不知道这水帘洞中 会不会蹦出一只石猴呢